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要先來進行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 就是我們今天的接牌儀式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呢 我們的長官包括我們的市長 還有我們局長 以及我們副秘書長 還有我們總統幹議員 要來進行我們的一個接牌的儀式 那麼現在呢我們請李宗盛奉上我們的彩帶 那麼請我們所有貴賓先往前方看一下我們的鏡頭 讓媒體朋友們先第一次取鏡 好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倒數三秒之後呢 正式來接牌 請準備 3 2 1 請接牌 高雄市道路挖掘反應中心 那麼我想呢 我們是不是請各位呢 長官軍兵呢 在我們的接牌前呢 再一次的合影 謝謝 謝謝 那麼我們先看正中央的鏡頭 請所有的朋友們看正中央鏡頭 3 2 1 接下來請市長還有所有貴賓看我們左手方的鏡頭 3 2 1 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正式啟用 謝謝 非常地開心看到我們很多的工作夥伴們 那麼已經在準備當中 那麼我們也感謝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待會兒會邀請大家呢 進來裡面來參觀 同時我們會有一個說明 我們請市長還有所有的貴賓入座 謝謝 謝謝 感謝今天所有的來賓 那麼我想在今天的活動當中 剛媒體朋友在呢 先邀請了我們的公務局 趙進巧局長 在今天活動當中呢 先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歡迎 我們東京辦市長 對於我們道路平衡不平 非常地在意 我們非常地關心 市長 對我們地下 的民生管線 工業管線 它的維護管理 和安全管理 非常非常地關心 我們 市府這邊 我們島主口千四百萬 來成立這個道路發掘管理中心 我們管理中心 有幾個重要的任務 第一個 就是我們單一的窗口 我們這個單一的窗口 就是我們所有的 在我們地方區域裡面 所有的工廠 就是我們管理中心 來做一個對頭 第二個 就是 挖掘的整合 這個意思就是說 人家大路在歐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煮來水 還是說我們中華電信 要做那個歐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整合起來 做一次歐就好 不要讓我們的市民朋友說 在走路的時候 或是在飛車的時候 說今天在歐 名字在歐 歐立在歐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的印象 真的是壞 另外就是 第三點 就是 挖掘的管制 這個挖掘管制就是 就是說你工廠黨員要來歐 路 一定要有道路瓦解證明 這個道路瓦解證明 當然 他管理中心才的經濟 來信 有時候這條路 等著 等著趴著趴著 你就又要來歐了 當然這個就要關折了 第四點 就是我們影像的健康 這個影像的健康 就是說你工廠在歐的時候 你有照開工在歐 有照開工在歐 有照開工在歐田 有照開工在跑步的時候 在跑路邊的時候 整個影像 第一時間都會傳到我們的管理中心 這就是做一個道路施工的管制 我們這個管理中心 我們要在整合我們市府各相關局處 我們要在整合我們所有管線單位 這樣我們進來 會統計起來 差不多有53個工程單位 要進來 當時 我們含那個 精華局的 OPS辦公室 可以做一個 工業管線的整合 意味通報的處理 我們說 有時候我們大陸發生什麼 災害應變的時候 我們管理中心 我們也可以把它轉換為一個 災害應變的指揮中心 這是怎麼這麼說呢 這就是掌握第一個時間 這個第一時間就是在保護 市民朋友 的生命 的安全 未來 我們這個中心 整個資訊作業化之後 我們就是一個平台 不管是很像 重向的聯繫 只要你管線單位進來 你可以查到一個圖資 只要你也利用這個平台 所有管線 也可以協調來運作 未來 我們如果要來推動建制 3D管線的資訊系統 我 在兩個禮拜前 就是三月十四 拜日的到 我去行政院 跟張錦森政府委員 在開城鄉建設 這個 的運作計畫 要不然我 如果把我們 張錦森委員 特別提議 說 我們3D管線 資訊系統的重要性 如果 加得下 張錦森委員 當下 他的 力氣指示 內政部 營建署 在3D 資訊管線 系統的 這個部分 他就是馬上 要列入預算 讓我們地方政府 有一個 提核款 有一個 他 營建主要做一個補助 在這裡 順便把我們 所有工作人員 做一片的報告 這樣 接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留意 謝謝各位 高雄市 昨天晚上9點多 在我們 北高雄 在哈林 哈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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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聞到一些臭的 燃燒臭的味道 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在LINE的群眾 我想相關的基礎首長 我相信昨天沒有人睡好 一直在追究 為什麼會有那個錯位 到我想到晚上11點半 我們的環保局 從一直在追蹤 跟台南市政府聯絡 然後 後來才知道 謝謝台南市政府公圍的合作 法國是台南市政府的貴賓 他們有一間垃圾的埋廠 是燃燒 那個味道 隨著空氣 那我要用這個 做一個開始 就是說現在 這樣的一個影響 我們所有相關的系統團隊 每個人 1999接到通報電話 然後就一直 在我們的群組之中 一直在尋求 這個錯位從哪裡來 一直到12點半 跟環保局去到現場 看到燃燒 然後氣體分析等等 才確定 那當然 這個就是 為了維護市民的安全 我們一點都不敢慶福 我今天早上看到 我們去看幾個所長 大家眼睛都紅了 我一直追問 我說就要想 我們昨天晚上到現在 到我們知道 這個錯位的來源 是來自已歸人 這樣我們的心才放下來 才放心 那今天我想 我們的道路滑解管理中心 跟這個都會有關係 我非常非常感謝 然後我們的公務團隊 我們一直在想 我們用怎麼樣的方式 讓高雄的地下管理 道路 挖掘 路品 能夠更科學 能夠更有效力 能夠更有效的管理 我想 不管是在我的臉書 或者市政府 相關市民不斷的反應 大家第一個 對路不貧 內心很不貧 市長 路貧那麼困難嗎 所以其實高雄市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做有效的管理 所以我想今天有很多 在我們的地下相關管線 所有的國公營的相關企業都到 謝謝你們大家一起合作幫忙 這樣一方面維護我們自己的管線 一方面也是在高雄市 讓我們的市民覺得這個政府 不管是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我們是一個有效力的政府 能夠聽到人民基層最基本 低度的要求 不是高度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這個部分來做 所以我今天看 非常謝謝 大家在這個部分 給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高度的支持 那我們的公務團隊 我們趙局長 他們所領導的公務團隊 包括市政府相關的團隊 我們一直就認為 我們應該成立一個 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讓道路的挖掘 是可以經由這個管理中心 很多的評估管理 所以不要再做浪費 然後再做重複 然後讓市民覺得 覺得這樣 好像不捨得 道歸來歸去 這樣 這是 政府很好看的 那樣 好一點 其實有很多 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就必須 透過這樣的一個管理中心 做有效的整合 然後在這個部分 做最好的管理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道路管理中心 我要謝謝我們的公務局的團隊 我們趙局長所領導的團隊 看局處 看單位 這樣 我們用單一的窗口 核數 核數幫工 然後 這個部分 都是24小時 大家要說 哪裡需要 什麼問題 什麼地方需要 揮露 這個部分都要很有效的管理 市民就要經常 在道路上 這裡有我一空 那這裡有我一空 搞不清楚哪裡 等一下台電 等一下自來水公司 等一下 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 我們要做 維護管理 也可以透過這個管理中心 大家來討論 如果要衛生 就做一個 這樣我覺得可以做很有效率 對市民朋友來說 很安全 還有有效率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施政一個目標 我們一定要做到 維護市民的安全 讓我們所有在維護的過程之中 能夠更有效率 不要重複資源 包括很多不必要的當會 所以今天整個道路 瓦西管理中心的成立 那謝謝市政府所有的工作夥伴 謝謝林英斌副秘書長 來召集大家 然後這麼快 我們就立即成立 那市政府當然 就是說 市政府該主要的費用 不夠對市民優利 我們這個都是 一定要做 就不必去考慮 這個我們就認為要做得多 應該要做 所以今天我們所有的團隊 所以未來會跟我們經濟發展 即的 OB11辦公室 這個既有我們工業的管線 都會結合在一起 所以高雄的目標就是 一定要更安全 高雄市 甚至昨天晚上 我就在我的群組 我就一直 一直想不說 這個草皮是在打來 整天 那我看到我們那個 各個高雄市所有的工業區的主任 昨天晚上大概都被金花局 那個鄭文森局長 一個一個都押起來 要去 為什麼 你在你的工業區 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說 一個小小的味道 市民覺得不舒服 那臭炒 燃燒 臭味 這個只是大家這樣的懷念 但是 就整個市府團隊來說 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去追查 一定要去查 這個草皮是在打來 是怎麼有這些草皮 這樣我們才能說 知道 所以然後趕快 跟臺南市政府 要怎麼處理 他們才敢睡覺 未來我們的 不管是我們的道路和解中心 跟我們的OPS 這樣的管線管理中心 他們扮演 就是隨時維護市民的安全 所以我們 很重視 不得不重視 因為高雄市 我們有一些 產後的經驗 所以我們希望 所有的產後的經驗 讓高雄市 我們一定要更安全 所以合作都是互利 我們的單位有利 市民安全 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 所以我非常感謝 我們的團隊大家的努力 所以今天謝謝大家的參與 我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說 祝努力 祝努力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